到底要我怎么做 我想过就这样子离开你向前 对于爱情也不太相信 但是回忆未免太伤心 会想你 或许会变越来越想你 真的还问到你的相亲 这种寂寞也是种伤害 这种感觉也算是伤害 有什么真正的 有什么不错 有什么失去 有什么失去 有什么爱过你 让我永生难忘记 若回忆恐怕会窒息 在心憧憬 以后没有你别担心 我会恨你曾经 想过就这样子离开你上前 对于爱情也不再伤心 但是回忆未免太伤心 会想你 或许会变越来越想你 真的还闻到你的香气 这种情果也是总想了 这种感觉也算是什么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妳明明知道我的手艺不好 接着我们选一间 不错的餐厅吃一吃就好了 为什么偏偏要回来吃呢 我觉得不管去哪里 都没有两个人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 好 但是你选的是炒泡面 你以前也很爱吃 干嘛有点嫌弃 不是嫌弃 我只是觉得 毕竟这种东西是我们学生时代 在吃的 现在有了天天之后 我都不太敢让他吃这种东西 那是回忆 你就再帮我做一次 而且现在是新口味 又有沙拉 很健康的 沙拉也是现成的 你可以用你晃晃的手艺 摆盘一下 好吧 妳说也算 那今天我们就来一道 沙拉配炒泡面 好 先别偷吃 我们在沙拉面再一起吃 好 之前要帮忙 那就有专业的样子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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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火还没有关 不管它 可是这样 命会干掉 對 乾掉吧 我們等一下下去買 來 電電 妳最愛吃的荷包蛋 謝謝彎彎姐姐 妳今天寫了那麼多作業 那麼辛苦 當然要多吃一點 開動 來 妳回來了 我回來了 甜甜 妳也來了 趕快去吃飯 快 妳怎麼也來了 奶奶 妳已經吃過飯了嗎 吃過了 還是妳想先吃飯後甜點 我幫妳準備了 妳最喜歡的花生湯 妳怎麼會知道 我喜歡吃花生湯 我 可是上次我幫太婆塗花生醬 太婆不是很喜歡吃嗎 那是因為 天天親自幫太婆塗的 所以太婆愛吃 可是別人做的話就不一定了 請問我都沒有收集清楚 都放一毛屁 我真是個豬頭 你們坐著這麼久沒看這個燈畫了嗎 真的 我沒注意到 沒關係 我馬上打電話給水利工 請他們來過來秀 你大概不太做家事吧 我 我就平常工作太忙了 大老闆也有不懂的事 這個只是電燈拋壞了 換個新的就可以了 不用勤水電工 奶奶 我來好了 好 好 太婆了 燈泡太高了 不要爬上去 很危險 我是男人 讓我來吧 你不許不會 就把舊燈泡轉起來 新燈泡轉下去 這簡單 沒問題 可恕意 不要把我的燈座弄壞了 我幫你阻著 你小心 不要掉下來 小燈泡轉起來 小燕 你行吧你 可以嗎 我可以 沒問題 沒問題 對不起 少燕 你反方向了 你會越轉越緊 你現在應該把它轉過來 它就鬆開了 知道嗎 知道 好 試試看 看喔 太婆了 奶奶 奶奶 不要 你再繼續這樣看我 酒都要被我喝完 之前在公司裡面 我連偷偷看妳一眼 都不太敢 現在我要光明正大的 把這些人錯過的 統統補回來 那就讓妳繼續這樣得夠 好 最近我一直跟玉婷在聊 亞洲食尚中心的籌備工作 她過兩天就會先飛東京 去監督他們的硬體 但是玉婷她對時尚這塊的專業 她是真的不懂 所以妳讓我去東京出財 我說過 我會尊重妳的選擇 我自己也有了一些想法 我會跟總公司提出 請他們讓我到東京 繼續監督他們的營運 我會跟隨著妳的腳步 這一次 我絕對不會再放手 妳去哪兒 我就去哪兒 可是天天說 她不想離開這個家 我已經問過天天的意見了 她跟我說 想能跟我們在一起 去哪兒都可以 你真的 永遠都知道我心裡在想說 其實是薛總裁 建議我這麼做的 薛總裁 我很謝謝他 為了可以讓你復任 那我願意帶妳的耕壁蟲 喂 蕭花 怎麼了 好 那我們現在過去 薛總裁說 奶奶她頭暈暈倒了 玉婷腳又受傷了 所以他們帶著天天 現在過去醫院 要我們過去會合 我們三個合過去 好 奶奶才沒有回來 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我打個電話去問我看 奶奶小心 知道 回來了 奶奶妳要不要怎麼樣 我看見妳 沒事沒事 放心啦 沒有尸體沒問題 不要急 沒有事 可是奶奶 妳的臉色看起來 還是很蒼白 奶奶真的沒事了 醫生說是因為奶奶年紀大了 血管有點老化 所以當她抬頭的時候 這個脖子後面的血管會壓迫到 她的腦部的血液就會不順暢 才會暈眩的 那有沒有需要吃藥 還是有需要復健嗎 沒有 醫生說吃藥倒是不用 可是如果太拘劣 或太突然的動作 就要小心 妳放心 奶奶還是可以叫羊拍拍妳 抱抱妳 可以了吧 都怪我當時反應太慢 還好竹頭有接觸奶奶 要是奶奶真的摔了 那我真的 不要自責 這不是妳的錯 對 妳看吧 趕快下一個 不然奶奶又擔心了 就是嘛 妳跟小蛤蟆討抱抱 然後歡歡又在那裡 胡思亂想 奶奶真的很忙 不忙 那那個豬頭還好嗎 她的腳傷是滿可怕的 而且我看到 還有好幾個玻璃碎 被卡在她的腳裡面 不過現在是清乾淨 應該是沒事的 妳怎麼帶了 那這陣子 她不就要變成婆豪了 我當時看著她 一腳上流了很多血 我就趕快叫歡歡 趕快帶她到醫院去 處理傷口 可是她堅持一定要帶我過去 豬頭說得沒錯 奶奶上的年紀了 一點小毛病 也不可以掉以輕心 一定要去醫院徹底檢查 我們才能安心 難得妳會認同豬頭說的話 她這個人只是 把妹的時候比較白目 其他事情 妳聽她分析或者看她處理 就會發現她是一個腦袋 很清楚的人 而且做判斷的時候 還特別冷靜 那倒是 我在工作上面跟她接觸到過 她是個有本事的男人 能夠得到大姐的稱讚 那真的要對她刮目相看 不管今天她是厲害還是白目 重點是多虧了她奶奶 才能夠平安無事 記得幫我們跟她說聲謝謝 知道 這種事不用妳提醒 好 那我提醒妳別的 什麼 既然豬頭現在這麼優秀 我建議妳把她跟楊宇凡 放在一起 都放在男朋友候選的名單裡 妳這樣我講到兩條船 而且那妳這樣說的意思是 妳已經上了楊宇凡的船 妳幹嘛花洞給我跳 好了 今天奶奶又到醫院 做頭了一晚上 該讓奶奶休息了 奶奶 我給妳回房間 今天換我哄妳睡覺 得了吧 我又不是小孩子 奶奶妳在我心裡面 就是小孩子啊 還是最美麗 最漂亮的小孩子 好了好了 嘴真甜啦 不過我告訴妳 妳明天要收假 妳還要去整理行李啦 那就是因為收假了 才要好好把握 跟奶奶相處的時間啊 還有免死啦 好了 妳們三個都回房休息 明天早安要看班啦 好啦 奶奶晚安 晚安 小心 奶奶小心 好啦 奶奶 奶奶 妳是想聽我唱歌呢 還是想聽我說故事 快 妳的歌聲可以聽 我的歌聲當然可以聽 但我告訴妳 我要點歌 妳點 我啥都會唱 我要看鄧定居 鄧定居我不會 所以吧 因為妳不會了吧 我們平常好像忽略照顧奶奶了 雖然奶奶有一顆年輕的心 活力又充沛 但她終究是個老人 以後不能讓她做太激烈的運動 可是奶奶想做什麼 連爸爸都攬不住了 哪會聽我們的 那我們只好 多抽點時間陪陪她了 那打進她的社交圈 那要有點技巧才行 要是被奶奶發現的話 就完蛋了 被她封鎖 這麼困難的任務 還是慢慢想吧 我先去找 我先去找 完善歡看起來好累 朱玉婷腳受傷 奶奶又不舒服 又加上一個天天 突然間只有 只有歡歡一個人要應付 她到時候一定很慌 我跟正輝趕到醫院的時候 醫生正在幫朱玉婷處理傷口 我看歡歡一個人在那裡 妳腳都快凝爛了 臉色比朱玉婷還要長的 她一定是嚇壞了 我看她看見她的 還沒問妳 今天妳跟女皇出去怎麼樣 很好 但是安姐很怪 小姐姐要什麼了 她明明說沒事的 但後來又死不過我們出去 說跟朋友約 而且我跟她說她都不理我 妳哪裡得罪她了 會不會是那一天 她跟上豪玩骰子 輸太多喝太多再生氣 不會吧 那個是小事 就怕那麼娘 我感覺她是因為 其他事情的心情不好 看那有什麼地方卡住了吧 現在廣告訊息怎麼那麼氾濫 王上莫 我一整天都沒跟妳講話 怎麼連問都不來問我為什麼 難道妳就這麼不在乎我嗎 大家都在找骰子 妳怎麼有在看 因為如果我是妳 我以為會這樣做 還是妳懂 還是妳覺得 只有黎智翔懂妳 上線了 上線了 我就知道 王上莫我一整天沒有跟妳講話 妳一定很難過 顛不住了 都幾點了才想得到跟Angela聊天 奇怪 Angela明明就在了 什麼不回 為什麼不回 不理妳 誰叫妳ㄍㄧㄧㄥ那麼久 好 怎麼都沒有反應 是在忙嗎 進來 怎麼了 奶奶睡著了 但我還睡不著 你是因為明天要離開家 還是在擔心奶奶 都有 喂 我哥哥想要打個怪 殺殺時間 可是知道他沒辦法登入 我在線上 我先登出你再登入好了 不過今天怪咖又發作了 又說我怪咖 真是的 好啦 雖然是你有在關心我 我就勉為其難的 回你們一下訊息 好 這怎麼下線了 我才剛原諒你 就 又上線了 你這樣就上上下下的 看到我心臟都快發作了 我心臟就趕快發訊息給我 你上線了就趕快發訊息給我 行了 你不發 我發 那個 如果Angela跟你聊天的話 你不要覺得奇怪 Angela 你跟Angela很熟嗎 他不是你打怪的戰友嗎 所以 我只是跟他討論打怪的戰略 你該不會就這樣跟他聊開了吧 網路遊戲裡面男長很多 他看名字就知道是女生 默默 網路又看不到人 這樣很危險的 對 阿伯一的網路帳號 就叫做我是美少女 阿瘦的就是焦滴滴 妳說他們兩個是男的還是女的 所以豪神那大夫人跟二夫人 是他們 壞面了吧 大姐 這種時候妳還笑 這件事件很嚴重 我跟你說 網路遊戲世界裡面 有十個裡面八個是男的 那八個裡面 有四個為了把妹 就騙自己是女的 放心 他感覺就是女生 心思很細膩 而且我叫豪神 他應該要擔心我把他吧 也是 可是不管怎麼樣 網路世界就沒有 妳想像中的這麼單純 小心一點 好 但你碰到Angela 你不要亂說話 她是我好朋友 不要破壞形象 拜託 我豪神 我怎麼可能破壞形象 還是網上墨其實不只跟我一個網友聊天 所以根本無所謂 我又上線了喔 我這樣就上上下下的 搞到我心照片都快發作了 你上線了就趕快發訊息給我 你不發 我發 剛剛在忙 沒看到 敢偷襲我 看我的豪神拳 趕快幫我補血啊 這樣才對嘛 焦滴滴 今天生女座大夫人 聽說今天水星逆行 很容易跟人口角衝突 你又說怪咖發作嘛 是跟她吵架了嗎 這個Angela真的找我聊天耶 我 我在忙 我在忙 現在是要跟我示威嗎 一開始是妳一直來敲我 怪咖不是妳朋友 是妳 她今天怎麼變得這麼煩 但你碰到Angela 你不要亂說話 她是我好朋友 不要破壞的形象 誰叫我是哥哥呢 心情不好 所以不大想說謊 心情不好 難怪 因為我都不理妳的關係 算了 不管發生什麼事 妳都可以跟我說 妳這麼關心我 當然 當然 是感情上有困擾了嗎 不大困擾 那就是有困擾了 是我嗎 應該是我對吧 有困擾表示在乎 在乎表示 在乎表示 有喜歡 我對於愛美心嗎 應該是吧 YES 我明白了 因為被對方壁咚了 被對方壁咚 我們又跟王上墨壁咚 又搞了半天 王上墨妳說的不是我是別人 他又是跟誰壁咚了 又知道了 又知道了 對方的一些秘密 又知道了 對方的一些秘密 妳們剛剛在聊什麼 這不能說 不能說 為什麼 秘密 秘密 是黎智祥吧 所以 所以 王上墨妳是被 李智祥壁咚了 正確來說 應該是鄉東 這 這個女的怎麼這樣 自己找我聊天 妳又先下線 這麼沒禮貌 這是 這起床號的意思嗎 媽 我們起來了 你覺得皮具跟爸有個屁 那一秒就會被電翻起來 拜拜 拜拜 等我 王上歡 有 王上好 有 王上墨 有 墨墨今天第一個到很好 妳看起來也滿有精神的 我早就習慣早起了 歡 我們昨天用的面膜很好 送妳兩遍 好 頭部都有 向左轉 發布 走 一 其實前面你聽哨子聲 我好不習慣 爸的小汗誰能吹 小汗上墨 追星一點 好 妳要吃 奶奶早安 吃早餐囉 奶奶早 早 奶奶來 坐 小心 奶奶 妳頭還暈了 妳昨天晚上妳有沒有睡好 奶奶 妳還沒有睡覺 妳哪裡不舒服 奇怪了 妳不是讓我吃早餐嗎 我很餓 奶奶 妳聲音聽起來很有精神 當然 我也沒有病 也沒有痛 而且我睡了一個寶覺 而且今天我還有活動 奶奶 妳今天有什麼活動 跟朋友約好了到遊樂園 去挑戰大墨神跟海盜船 奶奶 那些遊樂園石頭太刺激了 不適合妳了 對 奶奶 妳那個心臟會受不了 奶奶 我今天有幾個服裝品牌 要調衣服 我們要不要一起去 奶奶 安潔介紹一家 很不錯的下午茶店 我陪妳去好不好 照顧妳們了啦 奶奶 妳把我們都嚇死了 開玩笑嘛 小豪 今天妳收假 奶奶陪妳們回去 奶奶不用啦 回部隊 我自己一個人就可以了 就只一個人走 那個路途很遠 有人聊聊天都好 就是因為路途遠 妳回成一個人 我放心啦 奶奶是因為妳在井外排 想要看那種很帥的重機 太重了 奶奶 妳不用急 那個重機有什麼帥的 等到我訓練完 人都坐到重機上 那才帥嘛 柯柯 要不要這麼臭眉 小屁股 姐 我怎麼會敢 那是您的專利 奶奶 妳看姐姐 二間先開始了 妳看 嘴巴又嘟起來 可以掛出肉了 你們四個 真是奶奶的寶貝 所以小豪 妳一定要非常乖地 搜尋完畢喔 因為奶奶要拍 還亂動妳騎在重機車上 帥帥的照片 好 好 我們家的三朵花啊 要專心工作喔 奶奶一定答應妳們 會好好的照顧自己 因為我捨不得讓妳們擔心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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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饅頭加蛋 這誰想出來的 當然啊 是外婆 加一點肉鬆奶奶 妳怎麼知道我愛吃肉鬆 妳是我奶奶 我當然知道妳喜歡吃肉鬆 好 吃飯了 往上跑 有 有 往人之間就對一下 好 謝謝 攀手機幫我放 李志祥 有 往人之間就對一下 好 謝謝 李志祥 張志遠 往人之間就對一下 謝謝 謝謝 林上軍 有 往人之間就對一下 謝謝 你們待會在那邊稍作休息 等行務連轉換帶你們進去 來 報告 是 好緊張喔 不知道請務連會不會很累 不知道學長的好不好 對 不知道這個新單位的長官 好不好相處 如果拍到底的話 看我們後面日子會不好過 應該還好吧 我們之前在先訓還有先訓的時候 長官都還滿講道理的 跟我們詐面聽到的 根本就不一樣 相信我們只要盡自己的本分 長官不會刻意掉落 好了 現在只能把皮繃緊點 比較安全 你至少要先給人家來接我們 那個長官一個好的第一印象 這樣就保險了 可是這樣子也不知道等一下來 接吻的長官是怎麼樣子 謝兵嚴肆 喂 班長 好久不見 班長 你怎麼會來 你一定是太相聞了 就知道你放不下我們 看到你們就討厭 看一下 班長 你的制服也不一樣 帥不帥 帥 當然是帥 班長 你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帶你們去勤務連 所以來接待我們的長官就是你 小當好 你們剛到縣紙部報到 趁著要帶你們去勤務連的路上 順便讓你們熟悉一下心流環境 班長 等一下 我們都還沒有搞清楚狀況 你不是陸軍嗎 怎麼會突然出現在 憲兵指揮部 對 而且班長 你為什麼會穿憲兵制服 對 班長這樣到底有什麼情況 我滿腦的都問號 因為憲兵公開向全軍徵選 有能力維修重情機車的 專業人員 而我通過了測試 所以我就被借調到憲兵 現在的我 是連部班上市修補師 班長 沒想到你連重機都會修 太酷了吧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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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勤務連的長官 要出國慶任務 所以暫時由我來照顧你們 這些新兵的生活起居 順便帶你們熟悉環境 簡單來著 就是我又要被你們板死了 班長 很帥 還不錯 而且班長 你真的好有決心 原本說要當憲兵 我真的想到你就進來了 本來以為是不可能的任務 之後班長還是完成了 好MAN 對啊 班長 你的實力還有你的決心 真是太厲害了 果然是我們的典範 班長 從新兵到現在 一直以來都是我們追隨的腳步 可以努力 努力 再努力 是 加油 好 我們都知道 各位 好久不見 區隊長 搞了個半天 班長爆發實力和決心 是有企圖的 本來以為班長多愛我們 結果區隊長一出現 滿眼都是區隊長 欸 差不多就可以了 歡迎大家來到現職部勤務簾 等一下大家先去簾上領裝備 處理好所有報道手續之後 我再請你們喝飲料 謝謝區隊長 陳佑 那就先麻煩你了 大家待會兒見 沒問題 來 來 來 檔檔 沒想到區隊長也是被殺手的 對 好 好 我也是殺手 走了 走 我是大手 老闆早 你怎麼知道我家住這 我問Jason的 我昨天晚上已經跟他講好 今天由我來帶你上班 只有皮肉傷沒事 不管是大傷小傷 都要好好照顧的 我跟Jason還有Lee 都已經商量好了 今天所有的工作 都由我們三個來分攤 那我要幹嘛 你就坐在辦公室不要動 要吃要喝要幹嘛 叫我一聲 我通通負責照護 所以 妳還是我的看護小姐了 我好這麼開心 那 看護小姐 那如果我想上廁所 那該怎麼辦 我可以扶妳去 當然如果妳想要用到尿筒的話 我是可以幫妳準備 還尿筒 我又不是古代人 走了 上班了 給我 來 靠著我 我開車嗎 我開 當然我開 小心 謝謝 慢點 什麼意思 我沒有看到你 我有工作嗎 我買了蛋糕 有草莓慕斯 巧克力布朗尼 還有法式焦糖 你想要先吃哪個 睡不下 睡不下 發生什麼事了 為什麼從昨天到今天 你都不怎麼理我 也不跟我講話 我問過老闆了 他說他不知道 那我自己也想了很多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那都沒有什麼好說的 你幹嘛這樣 你平常耍怪就算了 但你真的心情不好 你要說 你現在明明就在生氣 正在問你 你又不講 你這樣很像在無理取鬧 你知不知道 我無理取鬧 你要不要先想想看 你自己到底做了什麼 我做了什麼 我不是也問你了嗎 王少默 你是一個女生 你們家家交得這麼嚴 你 你才跟她出去見過幾次面而已 你怎麼可以就隨隨便便跟她 跟她 跟她 跟她怎樣 這樣 這樣是哪樣 我 我 你 你不知道畢東 就不要隨便跟人家亂畢東 我哪有跟人家畢東 我 我有一個好朋友 她叫Angela 她昨天跟我說 你在網路上跟她聊天 我昨天沒有跟Angela聊天 那不管是誰 我哥 王上豪 他昨天因為擔心奶奶的身體 晚上睡不著覺 就上了打怪 等一下 妳說什麼 擔心奶奶的身體 老人家了 血管有點退化 所以一時頭暈目眩 他們大家都嚇了一跳 我現在沒事了吧 沒事 沒事就好 搞了半天 原來是你哥跟人家畢東 我 我哥跟誰畢東 沒有 沒有 沒什麼 沒什麼 不重要 幹嘛不理我 誰先不理誰的 誰沒有問清楚 就在那邊亂發脾氣 我 我是擔心妳 誰叫妳每次 都把祕密跟妳們講 你又在亂說什麼 妳自己在烤肉的時候 祕密就跟李志祥在講祕密 那真的是祕密 好 除了這個以外 二姐夫請吃飯那一天 妳出門之前 也是在客廳 偷偷跟他講祕密 那不是祕密 你聽見了 所以搞半天 你是會覺得我怕你輸不起 這樣就不開心了 我跟志祥說 因為我覺得你一直輸在大家面前 會覺得很丟臉 所以我就偷偷把一顆閃子藏起來 不好意思 是我小看你了 所以你那天 是在跟李志祥講這個東西 你不都聽到了嗎 對 我聽到了 我 我就是輸不起 輸不起還這麼開心 我 我自從遇見你之後 是真的很多事情都輸不起 你剛剛不是說有買蛋糕嗎 買三個對不對 三個我都要吃 你放後面是不是 劉哥可以幫我收 知道 乖靠 什麼事不能在公司說 還幫我找來這邊 出來說才可以野餐 謝謝 妳是想要跟我說去東京的事 對 雖然奶奶現在沒事了 可是要是我離開的話 就只剩下歡歡跟母母 那樣 我知道 妳擔心他們嗎 我 我已經跟葉婷說了 這一次呢 東京的事情 我會跟她一起過去 妳跟她一起去東京 那天天怎麼辦 薛總裁答應我回來照顧她 薛總裁不是才剛回歐洲嗎 對 昨天晚上 天天跟她通了一個電話 跟她說 她特別擔心外婆一個人在歐洲 這個小可愛 她這樣一講 薛總裁的心肯定都融化 其實我也順便跟薛總裁提到說 我要去東京這件事情 我打算跟她商量一下 讓她回台灣一趟 這樣她就可以每天看見天天 也可以抱得到天天了 薛總裁說 天天比她的工作重要一百倍 所以就答應我回來了 我在想 既然我們都已經出來了 如果等一下我們吃完飯 我們一起在這附近逛一下 去哪裡 妳不覺得這邊很像以前 我們大學旁邊的菱英大道嗎 我記得我們常常在那邊散步 妳總是覺得那裡很浪漫 浪漫也要看時機 眼看就要下雨了 很不怕我連接落東西了 我會聽妳講 好 好 在那邊 那邊 右邊 穿那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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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